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从今天开始呢 我想再录一套IT的教学视频 什么视频呢 大家请看 我想录一套关于这个Luby 程序开发语言的视频 对Luby这个这套语言感兴趣的朋友 请关注我的视频 咱们先看一下 什么叫做Luby 首先说 大家请看 我这有个定义 Luby是一门面向对象的脚本语言 看它不是编译 它是脚本的 它是1993年由一位日本人创造 然后1995年正式公开发布 它这个套语言 可用于开发网页 主要是用Luby on Rails 然后还可以开发后台的处理程序 批处理程序 因为十分的广泛 而且这套语言 已经被国际电工委员会IEC所认证 这是我对Luby一个定义 这也是从老上抄的 这是它的公传网站 咱们看一下 我拷贝一下 因为以前我做过一套 做过一系列的IT视频 然后最近我也想 咱们继续做这套视频 好 咱们先手续 咱们看一下它的官网 这就是它的官网 Luby程序员最好的朋友 目前Luby的版本是2.5.0 这个是最新 不过一般咱们用到2.3 应该就足够了 好 咱们回到我的软件 咱们再看 这套语言呢 是一个日本人创造 谁呢 大家请看 叫这个松本行红 日语呢 叫做Matsumoto Yuki Hilo 这么一个人 然后呢 我呢找到了一个 他的这个 叫他的wiki 咱们看一下 这就是这个松本行红 看一下 就是他 不是他 这讲是Luby语言 松本行红应该是 是这儿了 Matsumoto Yuki Hilo 就是他 稍等我点 看怎么进来 就是这个人 是他呢 专门干的 不是个人 是他专门这个研究的Luby 是在这个1993年 然后呢 1995呢 公布于世 这是他照片 就是他干的 就是他干的 是他开发的这一套 Luby的脚本语言 是面向 大家看他写了 是非常容易的 面向对象的脚本语言 在日本呢 而且在国外 就是在全世界呢 现在都非常的普及 稍等我看啊 他介绍我还真没看过 他是日本的软件的技术者 然后呢 是网络应用通信所的 fellow fellow什么意思 这话真不知道啊 大学教员 OK 然后呢 在乐天还工作过 乐天咱们都知道 这是相当于是 日本的淘宝吗 这是其他的话题咯 这是这个 松本行红的简介啊 有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看一下 然后咱们再看一下 这个Luby这套语言的 主要的竞争对手啊 我列了几个 其实还有很多 咱们就说几个 最主要的吧 比如说Java 然后呢 pvp node.js node.js 是最近这几年兴起来的 还有像什么 蟒蛇呀 Python等等吧 都很多 在这些竞争对手里面 我感觉Luby的编写的效率是最高 但是它执行的效率呢 称不上最高 基于脚本的嘛 像Java是编译的 当然快 对不对 然后呢 像这Python 有很多这个C++的 二级值的优化 也很快 node.js自古比说 它是非阻塞的 这个有机会呢 我再做一套这个node.js的 这个效率系统啊 好 咱们看一下啊 要学习Luby呢 需要什么技术前提 我的总结就是说 没什么要求 只要您爱好电脑 有编程基础者就行 有编程基础者优先啊 其实呢 您就算没有编程基础呢 通过看文章视频 应该也能够学会 好 再接下来 是这个开发工具 开发工具呢 非常简单 我以前也做过几套这个 交易视频呢 跟那几套视频 所用的工具是完全一样 第一个呢 是这个Microsoft推荐的 这个出品的 VideoStudio Code 这个我是强烈推荐 我现在用的就是这个软件 非常的好用啊 还有这个Blocket 还有这个Atom Atom在这个Mac下 主要用的比较多 我呢 首推荐您使用 VideoStudio Code 这个是免费 而且呢 插件非常的多 非常非常的方便 好 接下来呢 我再说一下 我制造视频的计划啊 和以前一样 我呢 每个视频呢 只是做一个知识点 并且把这一个视频呢 控制在五分钟左右 甚至更短 但是我目前来看 经常超时啊 我尽量控制在五分钟左右呢 每期呢 包括一个知识点呢 让您呢 供您的这个 学习 好 然后呢 和以前一样 我呢 这套Luby的教学视频的代码部分呢 我会放到开源中国的服务器上 当然我也会放到GitHub上 但是GitHub可能从咱这个 国内访问比较难 可能被强调了 那么我呢 会主要放到这个开源中国的服务器 供您的参照 然后呢 我有两个 其实我有两个视频频道啊 然后在国内的话呢 我主要是放到这个优酷上 然后呢 在国外的话呢 我主要放到这个YouTube上 供您参照 好吧 这个就是我学卢比视频的第一套视频 咱们从第二期开始呢 我正式给您介绍 卢比教育研 好 那咱们接下来的视频再见吧 拜拜